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尼泊尔8点一级地震 给我过西藏地区所带来的影响 截止到28号的12点 出动救援力量22,400多人 转移安置群众47,520人 目前的当地正在组织精干力量救援 在张牧吉隆热索桥的近6000名的受灾群众 还有12只医疗防疫队伍 在灾区累计寻诊伤病群众6524人 对所有安置点开展了环境消杀 对安置点的饮用水也进行了检测 各方的救援物资正在源源不断的运往灾区 民政部已经先后三批四项西藏灾区 调拨帐篷棉纳衣和棉被等中央救灾储备物资 并且紧急拨付抗震就在应急资金1.5亿元 当地已经向灾区发放帐篷 一共是9542顶 棉被藏被一万余床 森巴大米青油等食物以及饮用水 现在也都有保障 通讯方面 张牧正的电信语音通话 昨天下午已经开通